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王给吓坏了 晚上女主醒来后去查看儿子们睡觉的情况 可到了客厅 她发现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 女主还以为家里闯进了贼 打开灯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睡觉的时候 女主特地锁好了所有的门窗 女主半夜醒来后又发现餐厅出现了异样 柜子里面的瓶瓶罐罐被叠得老高 天花板上还出现了诡异的符号 这个时候小王告诉女主是睡魔做了一切 睡魔还到自己的房间去找他 还把小王给吓醒了 女主赶紧报了警 警察来到这里后却没有发现什么 警察随后建议男主开启安保系统 而之前为了省钱男主关掉了他 现在家里出现了这种情况 保险起见 还是打开吧 到了半夜警报器被触发 可男主下楼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安保公司这个时候也打来电话 安装在八个入口的警报器都被触发了 这种情况应当是系统误判 可就在男主挂了电话来到客厅的时候 他才发现原来安置在相框里的家庭照片都不见了 男主和女主更是惊悚无比 他们又叫来了警察 可是警察对此还是不以为然 他认为这是孩子们的恶作剧 安保公司过来检查后 也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男主之后询问自己的孩子 大王对此完全不知情 小王却告诉母亲是睡魔拿走了照片 还告诉小王不要告诉其他人 而接下来诡异的事情不断发生 小王居然当中尿裤子 并且惊恐的尖叫 女主也在收拾房间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有瘦肠身影的诡异的图画 紧接着有无数小鸟自杀式的撞向了窗户 小鸟的尸体堆满了院子 可是动物保护中心的人过来检查 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晚上男主和女主又开始询问小王 白天他尖叫的原因 可小王好像忘记了白天发生的一切 男主决定带小王去看心理医生 就在深夜来临的时候 女主居然听到小王的房间里 有谈话的声音 女主赶紧跑过去查看 他在小王的床头 发现了一个消瘦的黑影 当他打开灯后 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两个人见儿子失踪了 赶紧楼上楼下寻找儿子 最后他们发现了 已经走出院子的小王 可小王根本就不理会父亲的呼唤 小王被摇醒后 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并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男主在自己的耳朵后面 发现了疤痕 可他还是无心顾忌 然后和妻子在家里 安上了全方位摄像头 他们准备和入侵者干到底 可就在第二天 男主又发现了异常 就在凌晨两点半的时候 所有的摄像头都出现了问题 他们接收到的画面 都是不正常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临时 从摄像头边上经过 然后干扰了摄像头 而另一边女主 在带客户看房的时候 突然不会说话了 她静止走向了玻璃门 开始撞头 女主恢复清醒之后 又接到了野生动物中心的电话 他们告诉女主 撞向女主家的鸟 其实来自三个不同迁徙的族群 这些鸟似乎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吸引到了这里 女主发觉事情很不简单 然后她就根据这条线索上网查询 竟然找到了类似的案例 网上还有她家出现的诡异的符号 与此同时 失业的男主也找到了自己的工作 看到男主那么开心 女主就决定 过几天再告诉男主 她的发现 男主和女主在那天晚上 还把他们的孩子交给别人照顾 他们两个人则是在家里缠绵 到了半夜 女主却被狗叫声吵醒了 她起来后才发现 自己的丈夫站在花园里 一动不动 男主张大了嘴 还流下了鼻血 然后很快跑到了厨房 与小儿子的症状一样 男主清醒后 什么都不记得了 于是女主就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男主 可是男主根本就不相信 这是真的 就在大王和小伙伴 在林子里面玩耍的时候 身体直接发生了异状 到了医院 男主和女主才发现 儿子身上有那种诡异的符号 原来儿子小时候就得过这种病 之后就好了 男主相信这一次也是这样 然后他们就跑到了研究外星人的专家那里 专家告诉男主 其实他们遇到的外星人是灰人 他们刚开始会搞恶作剧 到了后来 就会给人脑植入芯片 他们会利用芯片控制人类 因为给男主植入芯片的时候有点问题 所以男主的耳朵后面才会出现伤口 女主在专家的房间里看到了孩子被带走的照片 专家给男主解释道 灰人会带走第一个接触的人 如果这家人比较难缠 他们就会重新寻找目标 男主和女主回到家后赶紧准备了猎枪 并订好了窗户 他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虽然他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可是最后外星人却抓走了大王 女主后来在收拾玩具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外星人在大王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他 小王拿起了对讲机呼叫哥哥 竟然听到了哥哥的回应 好了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